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随时会葬身大海 可我不怕 梦想本就是一场奋不顾身的冒险 经过了三个多月的死去活来 折损了过半同胞 我们终于在东京一百一十九度 北纬三十六度落地 而真正的生存大战 才刚刚拉开序幕 带着005的编号 我接受这一次次脱胎换骨的改造 熬过岛春寒 躲过下雨和台风 在秋天表现出众 才算真正留了下来 落地生根的这一刻 我也有了新的名字 蛇龙珠 1892年 烟台张宇葡萄酿酒公司成立 爱国华侨张碧氏从欧洲引进124个酿酒葡萄品种 并给每个品种编号 其中第五号品种经过成功嫁接 培育改良后 成为了非常出色的新品种 蛇龙珠 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大家认为蛇龙珠与赤霞珠品丽珠一样 都属于法国品种 直到上世纪末 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多 人们发现 法国没有蛇龙珠这个品种 之后 人们不断地追索探寻 希望能破解蛇龙珠的秘密 科学界的研究发现 我们的蛇龙珠这个品种 它的DNA和在遥远的智利的加美纳 这个品种 它们这两个品种的DNA是基本一致的 那么因此就可以说明它们是同源 那么经过追溯之后发现 它们的共同的源头 其实就是在法国 那么由于各种原因 都是在19世纪后半夜的时候 那么这两种葡萄 分别被运到了南美洲的智利 和我们国家的烟台 历经了生存的考验 岁月的打磨 蛇龙珠在烟台这片土地上 扎下了根脉 烟台产区是葡萄非埋土防寒区 无霜漆长 机温高 有利于蛇龙珠缓慢成熟 目前张玉拥有全球最大的 蛇龙珠葡萄种植基地 占全国蛇龙珠总量的70% 他们也说 我是百里挑一的好葡萄 可被选中 就要经历皮开肉绽 颠簸 破碎 奄奄一息 再醒来 是暗无天室的韬光养晦 这时 要遇到一只足够好的橡木桶 它至少是生长百年的橡木造就的 最后 还要碰上命中贵人 浊然的酿酒师 1931年 张玉公司选用蛇龙珠为主要原料 以西法精酿 酿造出了中国第一瓶真正意义上的干红 杰百纳干红葡萄酒 2002年 在张玉卡斯特酒庄建成之时 酒庄打造的第一款干红 便选用蛇龙珠进行酿造 蜿蜒而至酒庄的地下酒窖 近一万只橡木桶在这里酣睡 他们是酿酒师 在积累了多年的橡木桶管理经验后 为蛇龙珠甄选出的最佳居所 橡木桶的陈酿 酿酒师的精心调配 无形的时间与有形的匠心巧妙结合 造就了张玉卡斯特特选籍蛇龙珠甘红 独有的华彩 2002年建庄以来 然后凭借这一款蛇龙珠甘红 这个大单品 创造了高端葡萄酒的销售的一个奇迹 迄今为止是历史最长 销量最多的酒庄酒 2019年张玉卡斯特特选籍蛇龙珠甘红 获得了国内国际的大奖 是五枚金奖 2020年是获得了三枚 这也再次证明了 蛇龙珠这个品种的酿酒的实力 蛇龙珠凭借着它的实力和履历 成为迄今唯一被国际上认可的 中国培育的酿酒葡萄品种 2016年5月25日 张玉在香港发起全球首个世界蛇龙珠日 中国从此便有了第一个属于自己的葡萄品种节日 从怀着使命启航到在东方扎根 从结缘神州大地到走向世界 蛇龙珠的历程远未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